哈囉,我是野菜咕咕 我是野菜咕咕 我是小野 我們今天要來做愛心便當 去分享給街友 那因為剛好我們最近要出食譜書了 那這個食譜書是有關於植物肉的 那想說 這些食物也可以分享給街友 然後看看他們吃不吃 吃不吃得出來 吃...吃...吃...不... 等一下 吃不吃得出來 吃不吃得出來 欸這句很難唸 大家自己唸看 吃不出來 吃不吃得出來 吃素的 那另外這次要感謝那個餐盒 這個紫餐盒是愛米菜提供給我們的 他一聽到我們要做這個企劃 惡怕不說 就願意提供這些餐盒給我們使用 謝謝 耶 是小彭提供的 這個餐盒為什麼比較特別 因為一般外面賣的那種 紙碗 它其實上面都還有一層 鍍膜 它那個鍍膜 其實要回收是非常困難的 那像這個就是純紙去做的 紙漿 對就紙漿 我覺得這已經是 就最努力的方法 雖然一次性的還是會比較那個 心痛一點 對阿不行做環保 好反正我們現在打便當 要裝便當 對 要裝便當 然後等一下就去龍飯市 OK 為什麼今天講話怪怪的 對 今天有瓜仔肉 然後這個是什麼啊 橙汁排骨 麻婆豆腐 還有糖醋禮雞 苦瓜豐肉 義式燉肉丸 跟三杯雞 好 那我來裝飯 然後你來盛菜 好不好 好 我們代表愛米菜 沒有 等一下不好吃就說 愛米菜 愛米菜好像掉入什麼陷阱了 OK我們做完十個 十個嘛 十個愛心便當了 那我們現在就趕快出發 送餐去 送餐 送餐 裝進來 換兩顆 好走 GO 到囉 好 你有需要嗎 你有筷子嗎 你有筷子嗎 有 有 有筷子嗎 有筷子嗎 還OK啊 沒筷子嗎 你試試看 很痛 很痛 好痛 太痛 太痛 很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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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多醬做醬 生意失敗 生意失敗 對啊 了解 好吃嗎 好吃 真的喔 都是他煮的 謝謝 那你吃還有吃到什麼肉的感覺 他這麼吃喔 沒有很像肉嗎 很像肉啊 很像肉啊 很像肉對不對 它是食物肉 食物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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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素食的 是素食的 全部都是素的 什麼 你怎麼知道 很常吃素食喔 很常吃素食喔 很常吃素食 在這附近都是發素食對不對 對啊 很大黃肉 好吃的 很像 很像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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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吃 很好吃 做得很好吃 很好吃 我老公很好吃 嗯 好 謝謝喔 今天開始的時候超緊張的 所以比較 就是 比較 人比較多一點 比台北車站多 因為我們剛過來的時候 剛才看到有人在吵架 然後在 有點動手這樣子 所以會有點緊張 還好啦 還好啦 蠻順利的 大家吃得開心就好 喔 沒想到他們都知道 吃得出來是食物肉 素食的很常來發 對啊 這邊很多都 這邊都大部分還是發素食的 有印象中 對 好我們發完便當回來了 我們這次去發便當 應該會有很多人 有一些 聲音就是為什麼要去發愛心便當 對啊 就是他們好吵好搶的 或是有很多人會覺得 其實政府機關 然後還有台灣很多的社會福利組織 都有在做這件事情 有照顧街友 然後在公所也有發放便當 跟附近的店家 其實也都會出來發一些愛心的免費便當 這樣子 對 那因為我之前在電視台服務的時候 有幫新加坡電視台拍過 以及街友的專訪 對 那時候在這之前 我其實也有這種想法 就想說 為什麼他們身體也都好好的 不靠自己的努力 然後去養活自己 然後找個地方住這樣子 但在拍了那個節目之後 我才知道其實有很多人 並不是我們看到的那樣 就是 對他可能看起來完好 就是身就是四肢都好好的 什麼都好 但其實他內心是有疾病的 那他們也不是說沒有在找工作 我那時候去拍了一個街友大姐 他其實也蠻努力在找工作的 但他就是有點精神障礙 對 那跟他過去 小時候經歷的事情 跟他的故事是有關係的 所以他找的工作 很容易就會被開除 就沒有辦法穩定 那不然就是去舉牌 他們很多街友朋友都會去舉牌 另外有一些非營利組織 他們其實有在 算是幫助街友 然後讓他們轉型 像做龍山寺那邊的向導 林林等等的 對其實有很多的 在幫助街友的方面 雖然說做完這集之後 我才真的比較能夠去理解 或是說去 知道他們背後的故事 所以造成現在這樣的狀況 對啊 所以我們今天做這愛心便當 也不是說想要說什麼 或是多有愛心這樣 就基本上就是因為我們在做食譜 那這些菜就想說分享出去 對啊分享出去 那就照分享給街友們也可以吃吃看 Ruby做的菜這樣 對啊 然後我們之前有個粉絲啊 他有私訊我們一個問題 他說他是一個餐廳的店家 但是呢 他每天都會有賣不完的食物 然後他就想要把這些食物分享給街友 但是呢 只要分享給 每天分享給街友 就會用到一次性的餐具 他說我們這樣該怎麼辦 對 其實我們當下也真的沒有想法 我們兩個當下真的一直想 這對耶 這怎麼辦啊 後來想說 這好像目前為止 我覺得還沒有一個很完整的解決方案 如果你有想法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們 那我們這次就是愛米菜 提供給我們的紙餐盒 那其實紙餐盒 他的成本當然相對的會比一般的那種 餐盒價格來的高一點 對 因為都是紙餐盒喔 一個是我們一般外面看到那種可以裝湯啊 那種白色的 其實他裡面有一層膜 叫聚乙烯 那個東西是塑膠 對他其實不是不能回收 就是 他是需要分離的 就是他不是 就是這種容器類的東西 他是要歸類在回收的容器 容器類的回收裡面 他一定不是紙類的 他不是紙類喔 就是你丟到紙類 他們只會可能很大機率會淪為垃圾 就很難再回到那種 可以分離他的工廠 全台灣就只有一家 可以分離那個聚乙烯跟紙類 然後把它分別變成塑膠粒跟紙類 再回收 但其實回收率 全台灣每天使用那麼多的 那種紙燦盒 但回收率真的不到百分之二十 對 就是我之前看節目 那時候他就說只有百分之十左右 對 其實很 台灣的這個用量真的很多 因為你像自助餐 台灣的自助餐店非常多 每個人都如果都是外帶的話 你看那個紙燦盒 每天要多少 對阿 我覺得這是蠻重要 要推廣的事情 就是 要知道這種東西它叫容器 要歸類在容器類 其實很少人知道這件事情 對阿容器類是要特別回收的 不然那些東西就是在燒掉 那造成空氣污染以外 那這些資源也沒辦法再繼續的使用 會很可惜 但是在相較之下 我們就只能用那種紙燦盒 因為我們不能確保 每個人都有這樣的觀念 那至少紙燦盒 他們比較可以知道 這就是丟到紙燦盒 那邊他也可以確實的回收 只要清洗乾淨之後 對阿 當然 對於店家來說 我就覺得很困難 因為他們就是要提供免費便當給街友們 但很難去奢求他 再拉高他的成本 因為那個紙燦盒 跟我們一般拿到那種聚乙吸的紙燦盒 是價錢是有落差的 這就是一個很難解的 難題阿 對阿 對阿 所以就是 就是希望大家 像我們這些一般人阿 怎樣的一般出去 都可以使用環保餐具 就不管是現在很方便阿 那種摺疊的矽膠碗 或是說很多那種 已經有那種食物袋 對阿 食物袋什麼的 都可以 裝很多的食物 就是 大家只要 多盡一點力 就是你打他洗乾淨 然後曬乾 然後每天帶這樣子 你只要多花一點點時間 就可以很友善這個環境 就是你不會再生產更多的 你知道 就是一次性的廢料 就是我們自己可以做到的 我們自己有辦法做到 就算麻煩一點 我們自己有辦法做到 我們就盡量做 好那這次就是 謝謝愛米菜 他提供這個紙燦盒 給我們去發放 感謝 另外就是這一次 在龍山寺的畫面 都是小樹拍的 謝謝小樹 耶 各位跟著小樹 OK好啦 那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我們的話 記得幫我們訂閱阿 開啟小鈴鐺 不要忘記去追蹤我們Facebook還有IG 好那今天就在這邊 掰掰 掰掰